停止入字 这个时候就会产生一个新的 红比白字的句集 编辑一下 它录下来之后有什么样的变化 其实它有两行 Wiz Wiz的意思就是说 Wiz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后面 这两个东西 这个是Selection物件 里面有个子物件 这个物件呢 后面有没有看到有点 实际上它就等于什么呢 等于把这个东西 Copy 贴到 这个前面 然后这边 这边 底下 也就是说其实 Wiz的作用 在ExcelVBA里面 它做蛮多的 那这个作用就是说本来的程式是像这样子 就是开头都是什么呢 开头都是这个 但是你会发现开头都是这个的话呢 它看起来比较 是怎么样 比较琐碎 因为同样的东西是出现嘛 对不对 所以一般会用Wiz的时机 就是说同样的头都一样的话呢 那你可以怎么样呢 一个这样子有没有 头 Selection物件后面再加一个 intro的这个物件 然后后面的话你可以把它里面的 有没有 前面的部分都删掉 留下点就可以了 但是其实我后来发现 也不用写这么麻烦 因为其实我觉得我们只要 底色有没有 改成多少 255啊 Color 255的话 其实就是红色的 红色 那你其实直接这样就可以了 把这个Selection物件有没有 把它点Color 等于255 按个Tab好了 这样子 那底下的东西要不要 其实底下都不用 这样就是红底 那它为什么要写那么多呢 这跟Excel的缺点 另外字的颜色有没有 也是一样啊 字的颜色 其实就是Selection 点放 然后呢 它的一个什么呢 这个 这个叫Simming Color 等于后面这一个 后面这个是一个颜色 其实如果白色的话 其实也可以改一下 它原来白色的话